心童是遺體的修復師 那也是遺體美容師 那做這一行遺體二十年 有 在我還沒生小孩前 就做了 對 是是是 那你幾乎都在工作 都在接觸到大體 有像刷到的問題 有 就是那一次經驗 真的是很特別 我一般我們做 我們都會到殯儀館裡面 去幫他化妝這樣子 那一次是說 我們到現場才會知道說 今天會有季空觀的儀式這樣子 對 那就季空觀是代表說 一年之內這個家庭 往生了兩位 對對對 那所以才要舉行 這個季空觀的儀式 那我到現場才知道 可是以往的經歷 季空觀的師傅在旁邊做法式 我在這邊化妝 其實不會妨礙到我的 已經很多次這樣 可是那一次就是突然之間 所以你一邊這裡 你在這邊 對 我在這裡 幫這個 王者做化妝 對 另外旁邊有人在做 技空觀 師傅 對 師傅 對 這樣子 對 然後就瞬間昏倒 你昏倒 我昏倒 是真的我昏倒 對 然後我記得 我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我記得是 我是在化到一半的時候 眼睛是變白的 變白的 然後我一直冒汗 那個汗是冷汗 非常不舒服 然後耳朵有聽到有人跟我說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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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細微 很輕輕的這樣講 你昏倒的時候 你有聽到聲音嗎 沒有 沒有 在要昏倒之前 之前 對 對 對 然後聽他講完之後 我一個瞬間就倒下去了 對 然後也是師傅他拍我 一直叫我 把我叫起來 叫我做好 這樣子 然後師傅就說 我可能耍到 對 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用一個福利 因為我們在技空觀的過程當中 旁邊會有一隻鴨子 活生生的鴨子 那師傅他們通常都會用 就是會在鴨子的嘴邊 畫一個小刀 取鴨血出來 取鴨血出來寫個福令 那所以當天的那一場技空觀 有寫一張福令 那師傅也寫一張福令給我 叫我回去在澡盆那邊點火 然後洗澡 好好睡一覺 有機會 有時間去松山的城隍廟 或者是說行天宮 塞蓋一下 對對對對 有這樣的經驗 那你要昏倒之前聽到的說 過來過來過來 對 這個是女生還是男生 我記得是男生 男生 男生 很輕很輕的聲音 那個寄空觀儀式是 是在寄男的還女的 寄王者 寄王者他們這個家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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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一下為什麼會這樣 首先第一個所謂寄空觀 他通常在民宿上面為什麼要做這個儀式 因為剛才講是兩個 第二個 死掉了 對 其實在民宿上面 是同一個家庭嗎 同一個家庭 對 他有時候一年之內 就比如說他如果犯了某一個煞氣的時候 這一年以後 家中會連死三人 所以剛才死掉第二個 為了要避免第三個人走掉 對 才要做舉行這個寄空觀的儀式 那當然基本上 你莫名其妙 我就被刷掉 然後就走掉 有時候是很快的 所以那個怨氣有時候不願意走 他就會回來再帶第三個人走 我曾經遇過最離譜的是 曾經有已經走了三個 家裡頭晚上做夢的時候 還夢到 我可能不知道你們也做了夢 我就說糟糕 怎麼樣 趕快要找老師處理 他說為什麼 他說我昨天晚上夢到 他回來說 他覺得他死得不甘願 他還要再帶走一個人 他講完之後旁邊的人聽說 你也做了一樣的夢 你也做了一樣的夢 因為大家都做了一樣的夢 所以大家就會更緊張 所以民俗上會做這個寄空觀的儀式 第二個 為什麼用鴨血 為什麼要用鴨 因為鴨跟鴨住的鴨 同樣的發音 所以它有 鴨 鴨鯊 鴨鯊 所以 高鴨的鴨嗎 對 高鴨 壓力的鴨 同樣的發音 所以為什麼他只要是鴨鯊的儀式了以後 都會用鴨 然後主要是因為要鴨那個鯊器 包括有時候這個地方 常發生車禍 他也是用鴨子的那個鴨頭 那個地方的血 然後在草席上面畫符之後 用那個來鴨鯊 那謝老師 因為有時候長輩年紀大 年紀大 搞不好兩個人就同一年去走了 那這樣子要辦紀空關嗎 通常一般如果到第二個走掉 我們就要去看一下他的這個資料 然後去看看他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有兩種情況 有可能會有兩個人走 因為先生只是兩個人 第一種叫做夫妻 這個所謂的夫妻路 所謂的夫妻路就是說 先生走掉之後 張下去這個地方 張錯位置了 這個方向張下去之後 沒有多久 還有時候可能幾個月 有時候甚至搞不好 搞不好幾個禮拜之後 另外一半就走掉了 那這個叫夫妻路 那第二種 這樣要紀空關嗎 這個就不用 不用 因為你看了之後發現 他是張錯位置 那張了這個位置之後 另外一半就沒有 沒有多久就會跟著走 那第二種是你要 你看了之後發現 他這個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有可能 一年要連走三人 我講個真實案例 當初有一個人 就是他的小孩去當兵 當兵之後就沒有想到 你知道有一天部隊打電話來 不好意思 那個怎麼樣呢 好 請他去 領了一個褒養令 他要把他兒子的骨灰 就領回來 那他其實那個是毒子 那他這個毒子死掉 他很難過 他就找個師父說 老師這個你幫我看一下 放什麼地方 他又打給我 因為他放了之後 他覺得怪怪的 因為那個師父 他其實是一個泥菇 他跟你講 日日是好日 時事是好食 既然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放這個方向 那就有點 他覺得有點抵觸 所以他問我之後 我就這樣 我說 我說你這個兒子 他是毒子 毒子算一個角度 裡頭在古代算長子 第一個 所以我說長子 不可以葬什麼方位 你這個就剛好 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比如不能放正東方 所以你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家中會連死三人 會絕對不能放 他為什麼絕對不能放 我想 兩夫妻 毒子 毒子走掉 你要連死三人 那不就是全 人家都滅掉了 或爸爸媽媽也要走 對 所以我說你這個 絕對不能放 所以一般 為什麼他有時候 對於這個 比如說安葬什麼 是禁忌裡頭最大的 陽宅通常出現問題 有可能是一個人出問題 或者是我們家 一家人出問題 可是陰宅通常出現問題的時候 通常有時候 是一個家族出現問題 不是一個人 有時候剛才講 他有時候一年連走三人 有時候他不是自己家 比如說這個人 他大脖子走掉 沒多久的時候 那個三脖也走掉 家族 對 家族 所以他有時候就會連續 家族就很難說 有些家族很大 那這個就 我曾經遇過最嚴重的 他是一年裡頭走二十一個人 一個家族 一個家族 走二十一個人 最離譜 最離譜的那一個是 我印象在中壹那個地方 他最離譜那個是 他們最後一個 就是通常大家會 圍在那邊燒 燒紙錢對不對 燒紙錢的過程中 突然間有一個 燒燒燒燒 倒下去 倒下去 然後送到醫院 走了 所以那個剛才講到 煞到刷到 有時候 有時候 輕微他可能生病 不舒服 而嚴重 有的人就 當場就 或者是就沒有了 二十一個 好可怕 那他應該是大家族 大家族 家族可能不小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小鈴鐺 小鈴鐺